OK 再来配方法不然我们不会永远都是平方的系数叫做1 所以当你没有遇到平方的系数是1的时候 好 因为它是一个方程式有等号 所以我可以把它同除 同除以多少 以这一题来说3 那我就大家同除以3嘛 所以它会变成什么了 x的减掉 2x 好 再加 3分之2 2丢过去就是负的 3分之2 好 过来 补一半的平方 1 过来 右边也加什么 加1 加1 好 所以就变成了x-1的二次方 OK 那3分之2加3分之3 答案叫做3分之1嘛 嗯 再来左右开根号 x-1 等于正负 3分之1 好 可是这个有点丑 所以我上下同成3倍 嗯 所以我就会变成3分之 更好3 对 更好3 可是别忘记这个正负 正负 OK吗 好 最后x就等于多少啊 我把负1丢过去 负1丢过去 负1丢过去变加1嘛 加1 啊 那个1是3分之3嘛 对 所以我就3分之3加减3分之 更好3 但我不喜欢写这样 我喜欢写一个大分母 它叫做3分之3加减 更好3 好 数字会有一点点丑 可是都是正常的 好 再来看第二小题一下 它叫做负4分之1的x平方 减4分之3x等于3分之1 所以先全部同成几倍 嗯 全部同成12 12倍 可是你乘上12倍之后啊 都会变整数 没错 但是s平方的系数不是1 所以就乘上4倍 对 看 但是它是负4分之1 所以我就乘上 负4倍 OK 好 所以这个叫小技巧 你乘以负4 这里 这里就变成x的 2次 嗯 负负的正 这里会变成加 3x OK 等号的右边 它本来就在右边了 所以负4乘3分之1 它叫做3分之4 OK吗 可以 诶 我写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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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对不起 还可以咧 可以一个头 不是 因为我刚才以为 负4以后缺片正式 我知道你刚刚顿住 我自己也讲错了 来 负3分之4 加一半的平方 这个的一半叫2分之3 2分之3的平方叫做 2分之3的平方 那是4分之9 4分之9 所以右边也要加上4分之9 OK 所以它就变成了x加2分之3的括号 平方 那这个你要稍微整理一下 它叫做 4分之4 3分之12 2分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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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分3 red 其實上下同乘幾倍就能讓十二全身推出來了 三倍 因為四是二的二次 很好很好 所以乘三倍 乘三倍 那它就變成三十六了嘛 三十六跳出來 是不是就是六了 樓上就變成正負根號 三三 好 最後 x 就等於 丟過去是負的二分之三 加減 六分之 正負三三 好 根號三十三 所以那個二需要換 要啊 我還是喜歡切三 就變成六 六分之三到六 然後同乘三 三九嗎 負九 加減 根號三三 對 OK嗎 這兩題的題目 這兩題的題型就比較 啰嗦一點 可是方式其實是一樣的啦